不知不覺我們也跑完快一半了 嗯 好累喔 好啦 休息一下吧 嗯 但是去哪休息 嗯 去手衣室的教室吧 我有預備鑰匙 可以去喝茶 可以嗎 好啊好啊 就在二樓左邊數來第四個 就門口一隻倉鼠 欸我記得 本來那邊有那個 額 頭 那個 門 是不是打開了 額 那個 幹 騙我 有人在嗎 房間名字太黑了看不到 這到底什麼房間 想不起來 我剛剛講說這邊有販賣機啦 不知道可不可以買 幹 不行 有了 有了 就這邊 等等喔 好啦 打開了 請進請進 打擾囉 哇 你們這邊這個茶藝室超爽的 而且中間看起來 你們這比較不像茶藝室吧 你們這比較像黑 黑魔術室吧 桌上有個魔法正是怎麼回事 那來吧 就隨便坐來喝茶 嗯 啊 亭野好像很習慣的在準備茶了 有花 啊 啊 這裡是櫃子 不要隨便開好了 啊 這是一個兔字嗎 啊 女孩子的人偶 嗯 這是部長做的喔 啊 很厲害喔 他還拿去店裡賣 啊 這是熊寶寶 啊 恐怖遊戲三藥素之一熊寶寶 嗯 這是我做的 啊 用剩下的材料做了 欸 這是你做的嗎 而且還是用剩下的材料 好厲害耶 少那扣都那有 才沒這種事啦 啊 有關手藝的書 魔女的帽子 是手藝部的人誰做的呢 啊 有很多的布 這個是cosplay的衣服 手藝部還會做衣服 嗯 這是下一次那個 有活動的時候 嘛 我們開店 就是負責櫃台的孩子用的 欸 這麼說啊 亭野穿的一定很可愛呢 好啦 準備好了 啊 冷靜下來了 嗯 亭野你的茶 啊 還真好喝呢 我也這樣覺得 這茶看起來真好喝 然後旁邊那個熊寶寶的眼神 怎麼那麼逼機 那熊寶寶的眼神也太逼機了吧 真的有夠逼機 不是我要說 真的嗎 太好了 那我還特地 那我特地把它弄得好喝 啊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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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白費功夫了 嗯 啊 而且啊 話說回來 我還真沒想到 那可以跟亭野你兩個人這樣喝茶呢 喔 真是的 啊 爹你真是 太誇張了啦 嗯? 對我來說可是很重要的呢 唉 爹君のはいないの 啊 啊 人受不了你 啊 啊 啊 她說你好 啊 應該說你很害羞呢 你別看我這樣子 其實 其實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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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女生 還是會緊張的呢 啊 啊 媽媽ことか 小時候跟女孩子常常 對不起 所以小時候常常跟女生一起玩 媽媽こと好像是半家家酒 然後玩沙還有玩桌米場 嗯 爹以前很受歡迎呢 幹什麼叫做以前很受歡迎 你現在講的是我現在不受歡迎囉 昔的 你說以前 好像講的我現在不受歡迎一樣 啊 呃 我不是故意這麼說的啦 呃 那現在也受歡迎 沒有沒有受歡迎 是嗎 抱歉 咦啊 現在不是笑的時候了 你不要那種 你現在應該笑吧 你不要那種很可憐的眼神看我啦 哈哈哈哈 對不起 真是的 完全被你 把 被你玩弄在掌心之上 媽 可是啊 跟小時候受歡迎的時候不一樣啊 為什麼 你不跟女孩子玩了嗎 嗯 應該說小時候啊 我分不清男女 所以啊 我可以很普通的跟他們一起玩啊 嗯嗯 我知道我知道 我小時候也是常常跟男孩子玩在一起呢 啊 抽篇的男生啊 都一直以為我是個男孩子喔 這麼覺得 靠你周邊的男孩子也是瞎了吧 明明有這麼大的 法式 咦 我真難以想像你會被誤認成男孩子的樣子 啊 現在當然是這樣啦 啊 不過啊 田野確實有的時候很像男孩子氣的感覺呢 而且啊 就還有這次像這樣探險不可思議是一樣的 哈哈 我還真奇怪 沒有啦 我覺得你這種自由奔放的地方很棒啊 嗯 謝謝 就這樣子我們就這樣東聊西聊 聊得很開心 好啦 總之吃飽了 那我們也喝飽了 嗯 好走下一個吧 那第五個呢 夜晚教室傳來的幽靈之聲 據說以前這個學校有一個男老師跟一個女學生戀愛呢 可是老師跟學生當然不行啊 所以 哇 這是禁斷之愛啊 嗯 就這樣子 啊 是說 欸 他說但是 欸剛好沒看清楚 反正說之後呢在這個教室裡夜晚就可以聽到兩個人在這裡上課的聲音 屁啦你趕快騙 一個男老師跟一個女學生在教室裡面最好會上課 我是說在夜晚的教室 原來如此 那是哪個教室 這是我們班 喔 所以我們一直在有教室的房間上課 啊哈哈 走去看看吧 嗯 走 是不是遊戲聲音變大了啊 這個禪教是不是變大了 是不是我的錯覺 調小一點好了 我看又變小聲了 媽的你現在是整我是不是 欸欸欸欸我剛剛說哪裡 喔 西校舍的C組 這裡吧 C組是哪一間 這間嗎 啊有了 哇 好到教室了 可是什麼都沒聽到欸 等等 等一等嘛 好吧 沒有發生什麼事欸 沒有發生什麼事欸 欸 欸 蛤 怎麼了 有 有 有腳步聲 誰來了 總是 會不會進這個教室 不知道 我們快躲 躲起來 嗯 躲哪裡 你媽的 躲這裡 教室底下 不行會發現 嗯 好那就躲櫃櫃子 這裡嗎 躲不進去兩個人 啊好 亭野你躲這裡 欸可是爹那你怎麼辦 總之我就最 到到到不了 我就被發現嘛 啊不行不行 兩個人一定要躲起來 呀可是這邊躲兩個人是在 好啦趕快進去 欸欸等等啊亭野 我就硬我們兩個硬被塞 我就硬被推了進去 然後亭野也就進來了 這真的真的進了這個教室 好危險 差點就被發現了 嗯 嗯 有 有聽到一個人的聲音 不 是兩個人的聲音 在夜晚的教室幹嘛呢 呀可是聽不太清楚 但是比起這個 呀 誰買 好小 好擠 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 啊而且這個臉上的觸感是 天野的氣息 在這種地方靠得好近 刺激太強了 あの 那個 DAE 幹嘛啦 抱歉 這種小地方 如果你的手不要亂動的話 我會很高興 哇 看來我的手 好像在他的腳那邊 動來動去的 抱歉抱歉 等一下 但是這種地方 不能亂動 等一下 會有聲音 等一下哦 我放點 欸 呀 抱歉抱歉 你痛了嗎 啊 這個這個這個 並不是因為痛的聲音啦 啊 拍謝拍謝 我再 動一下 等等等等等等啦 不要動了啦 啊 拍謝 嗯 有聲音 啊 等等 仔細一想 我跟田野這麼近的話 嗯 嗯 啊 走了 啊 總算出去了 走吧 我們也出去吧 嗯 嗯 嗯 田野你還好吧 欸 嗯 還好 還好 抱歉啦 我應該 我汗臭味很重吧 嗯 沒這種事啦 都是我硬把你推進去的 喔 沒事就好 唉 不過還是不知道 啊 那個聲音的真實身份呢 嗯 そうだね 唉 但是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遇到幽靈 大概八成也不會是幽靈吧 嗯 我也這麼覺得 大概只是 有兩個人啊 在夜晚教室裡面 剛好被發現 唉 可是不知道是誰 真可惜 嗯 不過我們要光 光是要躲起來 就已經盡力了 嗯哼哼 雖然很小 不過很有趣呢 啊 而且啊 搞不好還可以看到 真的幽靈就是了 哈哈哈哈 是嗎 怎麼可能呢 我就感覺女主角開場 就好感度點到滿了吧 這到底是誰啊 欸 這遊戲有時候 他有一些音效 會莫名其妙變大 不知道為了 他有的腳步聲會突然變大 就很詭異耶 好啦 第六個呢 在游泳池的水幽靈 啊 據說 好像是某個 球泳部的男生 啊 在練習的時候發生的 那個男生 啊 每次每天 啊 不管日夜 都很專心的在游泳池練習 有一天 如同往常夜晚在游泳練習 沒有誰在 突然他的腳 就被抓住了 然後他就很拼命的想要掙扎 那個時候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一個水底 有一個像女性跟蛇的幽靈 然後那個學生 就行蹤不明了 這種故事都很有BUG好嗎 如果那個學生真的是因為這樣行蹤不明 他怎麼會有人知道他看到了什麼 怎麼了 可怕嗎 矣啊 不是啊 你這故事有問題啊 如果他真的行蹤不明的話 那這故事哪來的 欸 啊 哎呀你居然在這邊吐槽啊 啊對 好啦 總之我們去游泳池看一下吧 嗯 唉 游泳池在東邊 那過了那個